大家好 土豆这样做你吃过吗? 特别的柔软劲道 把土豆去皮,洗干净切成薄片 然后上锅蒸熟 取出用擀面杖倒成泥 导致有粘性的时候加入一勺土豆淀粉 然后揉在一起 放入蒸锅,水开即时,蒸3-5分钟 然后取出,晾至不烫手的时候趁热去揉 揉成一个光滑细腻,特别有弹性的面团 搓成长条,分成大小相等的面剂 取一块面剂擀成薄饼 然后凉皮盘子刷油 放入面皮 再上锅蒸5分钟 蒸熟取出晾凉,上面再刷一层油 看看是不是特别的柔软劲道 好吃的土豆擀面皮就做好了 再切成细条 装入碗中 浇上调好的料汁 放点香菜和葱花 有没有馋到你呢 喜欢的朋友,点赞收藏试作 感谢支持